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月2日才正式发消息 有官员发道文提到高湛祥生前患了多个器官 意外泄露了中共高官靠活摘器官蓄秘的费力 此事在海外推特引起谎谜热议 中共党媒喉舌新华网1月2日报道 中共全国文联原党组书记副主席高湛祥 因病于2022年12月9日在北京去世 终年87岁 官媒报道时间离其死亡时间 相隔20多天 也没有透露高湛祥的死因 但中共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朱永新 在12月11日到文中 透露了大量信息 文中强调疫情前的他仍然精神绝术 一次暗示高死于感染中共病毒 而文中身上的脏气 患了好多这句话 引发众多网民关注 总部设在纽约的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 追查国际 经过十多年的调查指出 中共当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 大规模秘密活摘法轮功血缘的器官 在杀害无数鲜活人命的基础上 短短几年内就建起了 一个全球第一的庞大的器官移植产业 很多中共的骨干多年来一直帮中共干坏事 他们在抵抗疾病方面 可能长期用他人的生命来维持 比如说靠器官移植 老年人死亡很多是因为器官衰竭 他就老患新鲜的老患年轻人的器官延长寿命 所以中国的刀官或者体制内的利益集团的人 寿命都特别长 有人曾报出 江泽民本人若没有中国肝胆外科之骨的 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孟超帮著作器官移植 早在2011年7月就死 大摩一吴孟超于2021年5月22日去世 中年99岁 江泽民的大儿子江绵恒换肾三次 杀了五个人 中共前政法委书 继孟建柱被母亲换肾 杀球犯取器官 近年来大量消息显示 中共的器官移植产业持续扩张 活摘器官已深入寻常百姓家 大陆许多青少年失踪 也被质疑与中共主导的活摘器官隐贯 其中去年10月14日 上饶市延山县志远高中一年级男生胡心 在参加局校晚自习的途中离奇失踪 事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在工学力不受监督的环境下 当权贵高官需要你的器官时 你可以被死刑 也可以被消失 完全根据他们的需要 多年前还得给你安个死刑的罪名 现在连这个都懒得做 直接拐走 江泽民是活摘法农工学员器官的元凶 活摘器官线已深入寻常百姓家 威胁到了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中国人在中共高官眼里 可能就是一个被倦养的活人公体 任何一个人可被随时消失 只要某个高官大人物看上了你的器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